刚才你约我 也不问我愿意不愿意 你真有那么大把握 我没有勇气听你回答 我怕你拒绝 我是硬着头皮说了一句的 你为什么不写信 你那么会写 替别人写的时候 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上去了 那是最后一份 我对着那张照片 好像觉得我们俩早就认识 就是那张逆光照片 逆光照片 是的 我妹妹见我 替别人写情书的时候 跟我开玩笑的时候 让我到游举门口挂个牌子 带写情书 那天我还真做了个梦 成前上面的青年派对 等我写信 等我把世界上 最温暖的语言写完了以后 这留下我一个人 孤独的坐在游举门口 怀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